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经讲座 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 新经正文 心无挂碍 古银 心同悉空界 争得悉空词 无事 无为华 这是经文讲的 我们逐一来针对大殿和尚 引用古银 古时候的经文 讲的这些这么是有深度的 再经过妙师的注解 加上当下这个时系 我用白话来跟各位理解一下 什么是心同悉空界 也就是说你在修行这方面 还有你在生活中 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心同悉空界呢 第一 正常人的心里都装满着事 而这些事就是化成 会使你永远都在想 也就是心里装满着事 跟装满着想 这是正常人都是这样子 因此我们通常人 都习惯性的说法叫做什么 事情 你有没有事啊 你有什么事情啊 有事情说一说呗 这个就叫什么 装满着事情 比如怎么样才能让这个事情 把这个情给留下来 把这个事给解决掉 你怎么想 这个想就是相应之心 你可以把想给弃除掉 少想 而且把这个想的情给留下来 白话就这样讲 如果你能够用情来代事 也可以用情来代想 那么在这种情境之下 妙师告诉我们 这样的情境就叫做什么 叫做无处不宜家 事事不忘悉空 想 想 都想你的悉空来相应 这样的情境之下 这个悉空就叫做情 简单的说 就是你要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你都会念想你身边的悉空 跟你一起做 这个就叫事事容空 事事都让你身边的悉空来参与 比如说 上班了 在上班的途中 就跟你自己家的悉空 就是你在S那里认得悉空天姐天歌 还有你身边的保护神说 我们今天要上班了 今天有个会议很重要 今天要跟谁开会 今天我们准备怎么处理 大小事情都跟你的悉空说 这个时候这件事 你就已经告诉悉空了 而留下来的是 你跟悉空之间商量 跟他对话的这一份情 这个操作所系是修行里面的 最最重要的根本 也就是说 你事情不要分大小 济细迷移的 几手投足 都要紧切着他们 跟他们商量 而这个他们是谁 就是刚才古经文里面提到的 争得悉空词 真的就是你一定要 争行他们的意见 就能够得到你的 悉空的天歌天节 保护神的加持 但是 怎样的悉空 才能给你加持 记得 一定是跟你有缘有故的 如果跟你无缘无故 不可能 所以要特别注意 所谓的修行 妙师这么注解 大天和尚这么注解 他说修行 修到现在才悟到 真空庙里 修到 爱无爱静 那你听不懂 也听不懂 要修到真空庙里 大和尚都这么讲 你要修到 无爱无静 没有牵挂 这样子你就叫修行 讲来讲去还不是一样 都听不懂 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白话就是 修行就是要有缘故 要有缘有故 贤理天尊说 千里无故不开花 千里就是从 就是你的裂节 转世 转来转去 都是有缘故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缘故 你就没办法 有花斗 开出来 这个叫做千里 无故不开花 因此我们开辟 新京车队 在茫茫人海中 就是在寻找我们 有缘有故的西空 然后我们在S处 认得你的天歌天解之后 从此 你就可以人天互行 人天相应的 加以 在茫茫 西空中 去找回你千里 你累结转世的因缘 所以 我们的第一部的会言 叫做神也 也就是天界下凡的精灵 现在还没找到组织 在哪里 在茫茫的人海中漂泊 当这些天界下凡的精灵 能够系在一起 交流 互相搭手的时候 就能够开出一枝花 所以我们新京车队 第一部叫做神也会言 第二部 你愿意讲出你的心声 透过你的心声 来找回你过去的因缘 过去的有缘有故 这个时候就称为一枝花 今天贤里 是我们的一枝祖 也是乌珠子 又称为一枝花 所以我们要用 星盘 命理为桌 承载着 由此岸到彼岸的心经 去寻觅 三十六宫 七十二殿 三万八千多名 灰花的 有缘有故的色身 最细跟户码 这是S说的 所以我们现在 写着 都要进入社会 进入人情 展开社会生活 我们的战斗 在社会生活 接着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爱无爱敬 就是你都没有 没有什么敬可以让你牵挂了 怎样才能做到 白话一记就是什么 就是你这一次会成为家人 这一次会成为亲朋好友 都是 累积转世里面 有共业的 有缘有故的 今生这样子 你的前世也是一样的 所以西空的十二宫天妈说 这句很重要 他说 有因才有果 无缘不互生 排斥万言 就是自断 活言 所以千百年来 修行人 悟不通 这句话 爱无爱敬 只会念经文 死被经典 且排斥 自家的万言 自观人们 当然也就将佛关在门外 接着我们来继续跟各位讲 怎样才能修到 爱无爱敬 修到无是无非的真实法门 接着我们要跟各位讲 首先你要明白 修行是个什么东西 这一点太重要了 S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修行就是修心 直接了当 修行是什么 就是首先你必须要把你的心给放开 如果你的心是 紧锁着 那你也紧锁着 就像是 一条金手 把你死死的捆绑住 这是 S的启文 跟各位分享一下 金不见 若玉不结 香客路 大雄宝殿 烟如银 那么如果你的修行 修了不是自己的心 而是修了像信徒一样 各个碰到大师 从容就义 那你又怎么样能够打开你的心 那你那个心 就被像金手一样把你死死的捆住了 那么这个金手就是什么 就是人门 就是你这个人的心打不开 这个人门打不开 现在的时系 S告诉我们 天门已经开了 因为S道上的已经认了S 你的西空仙 就跟天也连上了 地门也开了 因为地门 S的启文也告诉我们 地府来了 海里来了 你累结转世的亲朋好友 你只要跟黑白无常 钟小妹 钟慧打声招呼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点 天门地门都开了 剩下的就是人门 我们提供两条路 分享给各位 第一条路 就是认了在S那里的西空仙 为天歌天节的修行者 最好是每周都可以录 一到两集的梦话或者心声 作为提升你的自信度 就像旁若无人 顶天立地的 信念你的肝胆跟气度 所以我们大家记在这一起 讲讲你的心声 讲讲你的梦话 大胆地讲出来 只要不妨碍别人 对人有亏欠的 能够弥补的就弥补 已经不能弥补的 就透过你的心声 给他道歉 那么对于曾经帮助过 自己的人 你要感恩要道谢 公开地讲出来 怎么样才能公开讲出来 你要透过路心声 路梦话这个管道 释放你的心声 跟你的心音 就是你那个心啊 那个音可以这样穿越 各个时空层 把埋藏在心底的情意 把它放出来 这样子你的心门才容易开 你心开了 才能够融 才能够融天 融地 融人生 你的人生 从此海阔天 从此海阔天空 新门一开 天地人 就可合了 接着呢 第二条途径 你可以透过命理的团队 在茫茫人海中 行密你有言 有顾的人生 加入神也一枝花 让他们在会员专期 无机无数的交流 因为大家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会走上修行这一条路的人 他就会在茫茫的人海的 命理频道 看到我们的心经车队 又会加入我们的九天 闲女天尊的一枝花 专属的会员期 那么在冥冥之中 你就会有一段情言 而这段情言是怎么来的 就是同是天涯 沦落人 相红合璧 沉相识 你在那个会员专期 诉说着你的心声 彼此之间都有着相同的敬意 更会产生同病相连的亲切感 但是你放心 他们彼此之间过去不曾认识 日后也未必还有机会再相议 就是你在这一个月 你就尽情地把你的心声 都给讲出来 安胆相照 尽量讲 讲完了 这个月时间到了 你没有再继续留在 一枝花会员区 你离开了 也就是过去不认识 这个月 大家肝胆相照之后 讲完了心声 离开了 以后也不可能再相议 但是没有关系 你们背后的 西空 已经是相连线了 这个就是我们按照S说的 要开辟大仙堂 开辟命理 专期工作室 我们透过心经测队 逐一的来落实 来帮我们的三十六宫 七十二殿 三万八千多名绘画 包括我们自己的天歌天节 行密 他的有言有故的西空情言 这样子 我们就是对九宫天吗 十二宫天吗 尽一份孝心 谢谢 有言听到我们这部影片的 就能够怎么样 心无挂害 祝福你 谢谢 隙边 并非财尼 娇生意 九宫盛会 巧对联 热闹 热闹 上述小令 忌忌四射 忌忌一四空 正是射 极是空 空极是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